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现在还不敢出去玩 因为我其实每年的暑假 我都会休年假带小朋友去环岛 每一年都是这样 大概已经连续五六年了 然后就是大概从小朋友幼稚园的时候 就开始带他们去环岛 那我今天早上我才在脸书上面发文 我说最近那个国旅大爆发 我今年的环岛还没有开始 但是我好害怕 我也是 因为我已经从各式各样的朋友 他们的脸书 我已经看到整个国旅崩溃的状况 说崩溃嘛 就是说因为人多 然后他的那个旅游品质呢 就会很自然的就往下掉 那我觉得其实 我们这一次的国旅大爆发 是因为就是这一次 我们的国门关起来了 所有以前只要是到了寒暑假 一定要马上飞出去玩的那些人 他们这一次都不出国了 然后都跟我们一起玩国旅 所以这些人呢 其实他们其实很久没有玩国旅了 这一次来玩国旅呢 我觉得他们的感触一定非常深 然后我这一次就是在做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担心 有点忐忑不安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在面临 这么大一次国旅爆发的前提 就是所谓的软硬体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还蛮担心的 我们听到的像说 澎湖的机车已经被租光光了 然后租机车连机车都骑不动在排队 我的朋友在小琉球 他就跟我说小琉球只能几一万人 有一天说平常到两三万人已经很夸张 到四万人那个是走路都要排队 所以这次你是以退休的科技业总经理 吴先生为例 谈到台湾缺乏体验配套 而且根据2018年的财政部统计 全台湾所得超过350万美元的 350万元的人就有14万户 他们是去年国外旅游支出 8000亿的主要贡献者 当然还有百万以上的中产阶级 也有27万户 这些人被绑在台湾 那他们是台湾的旅游业者 应该锁定的客户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以前的国旅完全没有锁定这些人 这些人也不愿意玩国旅 因为他们觉得国旅的服务不到位 设施不到位 那他们也从来没有 但是这一次呢 刚好有这个机会把它绑在这里 然后让他们好好的看台湾 来玩台湾 其实他们就可以帮我们发现很多 我们没有发现过的国旅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特别去采访很多就是 他们其实以前就是只要一有价就马上飞出去的这些人 他看过了国外太多的那种大山大海 然后玩过那种非常顶级的那种 你可以想象我采访一个人 他说他二月的时候他才去环游全世界一周回来 然后他就说他这一次就是这样去玩国旅 他其实心里面有很多感慨 所以我觉得用这些人的眼光来看国旅 其实可以给我们国旅有一些就是指教 一些意见 然后让我们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锁定他 我们其实很难把我们的国旅放到台面上 跟很多亚洲的国家也好 或者是全世界的国家也好 我们来比说 这个旅游到底要怎么玩 我们到在台湾玩 就是同样都是国内旅游 哪一个比较好玩 对所以你举了这个例子 我很好奇 你到底去过几次了 这是日本新野集团经营的 红系诺雅古 诺雅古关 所以这个是 丰新钢铁二代出资建造的 你去过几次了 古关 其实不瞒于燕姐说 其实我大概是2015年 我那时候就到日本的 那个清井子的红系诺雅 采访过社长 我是台湾第一个 写他们的报道 好羡慕哦 我超喜欢他们的很多的设计 还有规划的 对 尤其是红系诺雅 因为它是它的 original的一个设施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全世界的经典 然后后来就是 他们要来台湾之前 其实我就有采访过 然后包括开幕的时候 那其实我每一年都会见到 就是那个红系诺雅社长 对对对 我每年都会跟他碰面 那他对于台湾这段时间的印象如何呢 还有你对 他来不了 他来不了台湾 他来不了台湾 但是呢 他有在 我前两天有看到他的 就是他的那个Facebook的那个发文 他就非常开心 因为那个红系诺雅谷湾 大概是全世界的红系诺雅里面 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 每天人潮爆满 爆满 因为台湾还可以旅游啦 其他地方都不行 其他地方都没有办法旅游了 那只有台湾其实 因为他那时候本来觉得台湾 大概那个住房率 他一开始的预估大概只有五六成 但是我这一次去采访 因为我去这个核心诺雅谷湾 大概五六次了 我去这一次 最近一次去采访 我特别去问了那个日本总经理 他告诉我说 超乎他们的预期 至少有七八成 但你知道日本人 他们说话是比较保守 什么七八成 你要去订订订到位置 对 那所以你来看看 这这么五年来深度观察 从访问社长到每年 跑去谷关看他 你觉得红系诺雅谷关 他在经营他的旅游的时候 有哪些细致的地方 让你印象深刻 其实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达到一点 就是那个非日常的经营 就是说 每一个侯系诺雅里面 他是都没有电视的 然后他就是让你从日常的生活当中 脱离出来 到一个非日常的地方 那很多人都会说 没有电视 那去那边要干嘛 然后或者是说 我不知道玩什么 对 他就是要你不要做什么 就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把你的 就是所有的杂事 那个全部都抛开 然后好好的跟自己对话 那我觉得 我每次到那边 就是不管 三下有多么忙 要结稿或是什么样的事情 家里面的事情 一大堆 但是我到那个地方去 我只要到那个地方 然后听听他的那个流水的声音 看看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树印 树印摇晃的那个 跟光影之间的那个过程 还有我听到那个 蟲鸣鸟叫的声音 我觉得我的心就马上就沉浸下来 其实我觉得他卖的就是非日常 对 这个就是日本很厉害的地方 他同样在古关 古关真的 现在到处的都是人 然后很多的 好一点的饭店 也是都是 大家就客 就客满了 所以 当然我们去从日本新银集团 他的创造的奇迹 也可以回头回来看 台湾有什么要改变的 业务网的创办人游金章 他就说啦 旅行社现在推国旅产品 本来就应该锁定高关 高端才能够提高委托率 如果我们都是往低价走 消费者自己就能搞定了 没有错 那这个 但是这个就会有质疑 所以国旅 有的价钱调高了 可是你的硬体设施 也没有到达水准 我举个例来说 厕所的时候 坐起来其实就不是那么干净舒服 然后厕所的数量 有时候就不够大 那公餐的数值也不够平稳 所以这些 在你做这篇专题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看到 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我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我其实很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国旅真的有很多地方 很多空间可以去提升改进 我们里面有一篇文章 是那个聚成的董事长 他有提到就是太平山的部分 那太平山呢 其实我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刚好也是去太平山旅游 那时候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了 那我去的时候 其实我蛮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太平山是 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去太平山 但是我觉得太平山就是那个 大山大海啊 大山大水 然后它的那个 树就是很漂亮 翠峰湖 怎么这么美啊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个是国外也少有的地方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我很惊艳那边的风景 但我的想法呢 就是一进到那个 它的山屋里面 其实我的想法跟这个 我们里面的那个 我们的达人一样 就是说 那个感觉起来 我觉得它是没有 好好的去用心去 维护它的设施 当然我觉得现在讲这个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你怎么会再说 这种风凉话 但是我觉得 我们去全世界的山屋 我们都去过全世界的山屋 我们不是要求它要有多豪华 多好 那我们只是希望说 其实我们在外面走了一天 那其实我们回到那个山屋里面 我们只想要有一个 比较干净一点的环境 比较干爽 它太潮湿了 它太潮湿了 干爽一点的环境 然后呢 一开就有热水 其实我觉得 我们最需要就是这样子的地方 对 然后其实像我们总编辑 他跟我说他去那个吉利马扎罗山 他说什么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他说 哎就是很干净的地方 然后隔天早上 有人来敲你的门 说Coffee OT 他就整个非常的惊艳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就是 维持干净 舒爽的环境 然后呢 不用太多的服务 对 就是很简单的服务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你那个你的社长嘛 是非洲的最高峰 总编辑 总编辑 对 那非洲第一高峰 我朋友是登山者 他们就是去爬各州的第一高峰 那所以当然在那个地方第一高峰 有人问他Coffee OT 看一下 你去去看我们台湾第一高峰 玉山上面看 有人帮你煮咖啡吗 是不是 所以那个难得可贵是这样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天下杂志的副总主笔 王一芝他要谈的就是顶级旅游 然后在这一篇天下 真的是非常精彩 他就提到了 对义游网的创办人 尤金章来说 他认为国语应该趁这个时候 大规模提升他的定位 达到消费者每天愿意掏出 一千美元 一千美元 就是一天要掏出三万台币 三万台币 来支付 而且以连速三万为目标 这个难度很高吧 非常高 我那时候一听到他这样说 我就说 你要我们一天拿出一万块 来住台湾的旅馆 我都觉得很高了 你确定 你要开这样子的标准吗 是 那他怎么说呢 他告诉我说 这个是国际上 他们的旅游最 他觉得高端的旅游的 平均水准就是这样 他告诉我说 我们一定要以这样子为目标 我们不可以觉得说 我们达不到 对 我们一定要以这个为目标 也许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可能还达不到 没关系 我们慢慢慢慢会跟上 当我们有一旦有人跟上 可能只有跟上 可能一天只有两万 两万块台币 但是后面会有人慢慢的追上 现在的星野 他一天晚上就是一万七 没有包括吃哦 是 所以我觉得 还是客板嘛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对 这个邮金章他就说 2011年他成立的高端品牌 叫做 宏湖 宜游 宜是那个 飘宜的宜 推出两人要价 675万台币的 这个顶级环游世界50天 每年都秒杀 所以台湾不是没有高端客 可是台湾欠缺高端旅游 这一面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天下杂志的副总主比 等一下继续深入讨论 那我们今晚先听好关节 今天的公告是个等待 不得人不忙 北部 中部 云嘉 花莲 连线播出 不得人不忙 是咱的电台 汪洁明 简余燕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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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余燕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天下杂志副总主比 王一枝 王一枝是中文系毕业的 这么多年来都在杂志界 所以他写的东西就是深度报道 我也觉得同样 这我们说旅游界没有高端的深度的 我自己常常觉得我们新闻界越来越写专题报道的记者越来越少了 他都是人才 所以这一次他采访到的 例如台湾观光策略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吴昭辉 吴昭辉 Michael 他在业界最出名的就是他誓言要卖台湾 因为他就是把台湾的好山好水卖外国观光客 可是吴昭辉这次就说了 台湾旅游的硬体软体都还没有跟上 所以现在有八千亿的消费金额留在台湾 我们就要理解最挑剔的客户要有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王一志的文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 天哪旅游界不要再追求CP值 要改追求VP值了 什么是VP值呢 我们讲的就是有价值 就是value 我们以前都讲说 我们都是就是想办法去cost down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旅游业也要value up 就是整个价值质感的提升 那很多人觉得说那个质感到底要怎么提升啊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来 例如呢 我觉得像我最近听到很多五星级饭店的业者 那他们最近都在跟我抱怨 我就说有生意来了就好了 你们抱怨什么 之前的时候连一点生意都没有 他说现在来的客人都是以前没来过的客人 了解 然后他们的状况就是想办法一定要 想办法一定要所有用好用满为止 我举个例子 他们可能比如说我们check in的时间是下午三点 对不对 他们可能中午十二点就来了 要求我要提早进去 然后呢隔天是不是十二点要check out 但是他们到三点还不愿意走 因为没玩过啊占你便宜啦 对然后呢他会一直要求里面的被瓶一直不断的补 比如说我的洗髮精啊沐浴乳不够 他就一直请他补一直请他补 然后他的毛巾啊不够 然后所有的被瓶他们因为可以带走嘛 全部都带走 了解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想比如说他们我四个人来 但是我住两个人的房间 那另外两个人住哪里呢 住哪 他就跟他们说要棉被睡沙发睡地上 然后呢就去外面可能去那个夜市去 他们不愿意在就是饭店里面吃 去夜市去便利商店去买很多很多的食物回来吃 然后把整个房间弄的 乱七八糟 他们说好像垃圾回收场一样 就是每次要清的时候 这其实对我们的第一线服务人员很伤 我们的饭店服务人员很伤 辛苦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面对这群国人 他们觉得说非常的 因为他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服务你的 可是他遇到这样子 然后把他们贬低 就是可能觉得他们就什么都要求他们给最好的那种服务的时候 我觉得对他们的那个整个的职业的那个热情 对是有消耗的 对提到这个我也是很想提醒大家 我自己每次住饭店的时候也要求自己 所以你进到饭店你还是要干干净净 你把你的东西 甚至住一天你还是把行李东西放到抽屉里 你进去还是维持它干净 走的时候你不要想说有旅馆人员会帮你服务 人家也是父母生的 就是你自己弄好棉被 何方折一下也没有关系 还是把它打扫一下子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就来住饭店 我就是要给你搞到 整个像是二次大战之后 那真的是就是反映的我们就是国民水准 还有生活的素养 那你不要说饭店了 我有时候到了朋友家里也觉得 桌面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 但这不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方式吗 桌子就是整齐的就是放桌子 书桌就是放书桌 怎么会每个地方搞得都像储藏室一样呢 那是囤积症吗 那不是这样子 所以住饭店有饭店的样子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呢 玩法 比方假设我到了太平山 那最近的客人 就是他可以真的尽情享受山林之美吗 我们是 我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一次不要拉太多点 了解 我觉得大家那个所谓的CP值 他就会觉得说 我到那个地方打卡一下 就换另外一个地方打卡 对 那你每个地方都没有好好的玩嘛 就是说对于我来说 我会觉得所谓真正去那个地方有价值 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假设 因为我最近才刚好采访那个林聪明 下过鱼头的他的第二代 他的执行长 他告诉我说 大家都不管是三天两夜 或是五天四夜 大家环岛的时候都不会经过嘉义 是 然后所以呢 我就问他说 那嘉义到底要怎么玩呢 后来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玩法都错了 就是我们去到嘉义 可能我们都会想说 哦我要去吃哪里 哪里的鸡肉饭 我要去哪里玩 哪里什么什么 去北门归线打卡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换个方式 就是成为当地人 比如说我们到那边去 我们就问问当地人说 你们平常都会去吃 哪一家 不一定要吃 旅游书 旅游书写的那一家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就去从那个街头里面开始去找 因为其实我们就台湾人嘛 语言也是通的嘛 一样的 我们就试得成为当地人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玩法 哦是很有道理耶 所以你这里面提到了 美国运通卡白金秘书团队 最清楚基字塔顶尖的人 他们就是怎么玩的 因为你要去拿到美国运通卡的白金卡 年费是三万八耶 黑卡是第一年入会费十六万 每年年入会费在十六万 而且平均都才四五十岁 所以有专门 专门帮他们做客制化旅游的 这个吴伯良先生 他就说了 他们擅长帮他规划国外游城 可是现在却无法判断 国旅品质好坏哦 因为过去高端人士 不管台湾国旅的原因是什么 服务不到位 他们觉得服务不到位 然后很有趣的是 那个吴伯良先生 他也跟我提到说 他其实这一次 他们所有的顶级客人都在台湾 他尝试的想要帮这些顶级客人 打造一点那种surprise 你知道他们每次出国 他们都希望说 有好的服务啊 然后让他们很惊艳这样子 他一直希望能够在台湾 帮他们做一些 让他们也能够惊艳的旅游 可是他告诉我说台湾办不到 我问他说为什么办不到 他说第一个 比如说前几天不是才澎湖花火节吗 是 然后所有人都挤到澎湖去了吗 那他的顶级客人 怎么可以跟那些人一起挤呢 当然不行啊 然后他就想说 嗯好 那我们来 是不是来做 比如说我们做个游艇 然后让把他们这些顶级客人 就送到 因为他们一定是搭私人飞机的 到澎湖去 然后 好可怕 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这些是高端旅游 对高端旅游 然后呢就搭着游艇 然后出海 从海上面看花火节 这是一个非常很棒 非常棒的经验 是 可是后来他告诉我说 没有办法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澎湖没有顶级的饭店 哦 是是是 没有总统套法 那样的 这个真的要跟 澎湖慢慢有啦 慢慢有 有新的但是他的量也不够 对 然后当天要回来呢 因为好像 因为那个飞航的问题也回不来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撑行 很可惜耶 是 所以这就是 当然就是服务高端客人是一种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 我觉得我普通客人 即便 我希望大家玩的还是要 不要继续去就是到这个此刻去澎湖租机车 然后租不到 那不要此刻去到小琉球去看不到海龟 然后海上浮浅像像饺子一样 所以我们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是穷人 或中产阶级上班族 我们有我们自己很有尊严的玩法 而且要玩的不输这个 你刚刚说 古关的诺雅 他们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东西 那我相信他是可以达成的 就是只要你妥善规划 那对于山林都有所尊重 一定也可以达成这个情况 所以要不要再举一些例子呢 我们请一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天下杂志副总主席一支 另外一个案例 他就是苗栗三亿的树野 树野Viva 他是怎么玩 树野Viva也是顶级的高端客人 那去那个地方就是跟山林 真的融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等候现在最好的玩法 不管是高端或是 就是我们普通的中产阶级 我觉得最好的玩法 就是往人少的地方去 对对 这是目前最好的玩法 就是我目前也打算是 带小朋友去旅行 我也打算从人最少的地方去 但我不要跟大家讲 因为大家讲了以后 我们就没有就是人会很多 那去那个地方呢 就是千万不要敢 千万不要敢行程 然后慢慢来 然后融入当地 然后你不要去限制自己 说可以玩什么 不能玩什么 然后尽量跟当地人去互动 互动谈话 对 那我的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都到了原住民区 然后联络原住民朋友 然后去跟他们过这个原住民的 不同族的生活 因为他们现在 因为我以前是三辐社的 他们以前 就是说我们发现 就是原住民 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 都有一系列的风年纪 对 大概从那个花莲台东 的七月八月 刚好是那一阵子的风年纪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如果你有原住民的朋友 你不要就是自己很贸然的 对 你还是要约了 对 你有原住民朋友 你跟他打声招呼 是 看看能不能去 去可能就是开始去观摩一下 然后去跟他们 参与他们的祭典 对 很好玩的 然后体会人家的文化 还有就是 也不要去好像去占人家便宜 去住人家家 你还是要付一些费用 所以你提到了 暴富性玩乐之余 不要做旅游杀手 所以这期天下 那杂志提供了八个行动 希望大家一起让国旅升级 是哪八个行动呢 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不要住那种非法的民宿 对 然后可能是非法的一些 我们也不要找非法的旅行社 来帮我们插 接插这样子的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杀假 不要杀假 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 大家很难 我知道大家都喜欢 贪一点小便宜 但是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贪小便宜的话 其实你拿到的东西 不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value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避开人多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 花钱不是大爷 不要做奥客 是 这个大家要知道 不要早是想占人家便宜 花钱也不是大爷 不需要大家人人平等的 对 因为我觉得 不要当奥客 是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人员 真的很辛苦 尤其在这段时间 他们其实 有人被减薪啊 什么的 然后大家又去报复性旅游 他们又很忙很忙 所以他们 大家请给他们一些尊重 再来呢 就是我们 在出门在外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一些礼貌啦 然后呢 我们去 比如说像太平山这样的地方 我们也不要破坏生态 乱丢垃圾啊 这样子 是这个很严重 这个很糟糕 然后不要打卡 我们要好好的用心体会 了解 当然你可以跟大家 大家在脸书上面 雪儿说你去哪里玩 但是你不要为打卡而打卡 打完以后就走 这其实没有什么 这就没意义了 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给 国外观光客好的 好的回忆啦 就是说 我们 我们也是一个主人 不过现在 应该 国外观光客 现在不多啦 还是有人 我在新闻电台就遇到 他们可能已经隔离了 或者滞留在台湾的 对对对 我们还是要我们保留 就是有一些形象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形象在 对 他很有人情味 台湾自然很好 所以外国朋友 都很喜欢留在台湾 但是还有一个 你也提到 就是有趣旅游 我觉得天下提出的 这八个行动 真的非常好 有趣旅游 就是我们不要破坏 自然环境 人文艺术 像最近就发现了 小琼球的 这个鱼 小丑鱼上面 嘴巴上被竖了 一个橡皮圈 那么我们也发现 有很多地方 海底都是垃圾 甚至你擦的防晒油 它可能有小猪猪的 那种都会严重 迫害海底的生态 所以这些也都是 我们要做的 当然这天下提的 这八个行动 让国旅升级 我非常觉得很感动 也心有栖心烟 可是我个人觉得 这里面最难的 就是不执着于CP值 而且不要觉得 自己花钱是大爷 然后在这个 自己玩乐的时候 你不要脑海只想一个 要稍微的 不要稍微的 而是说竹河玩到很有尊严 连饭店里面的 连清洁人员都会觉得 哇 这个人真的是 跟有这样的客人 是我们饭店的骄傲 不过我们也要呼吁店家 不要想办法 就是比如 抬高价钱 这个真的是 现在就这样 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说 你要想 就是 现在来的都是会 回头客 都是会再回来的 你不要就是 让大家觉得 不敢来 就像以前的肯丁一样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哎呦 你一个水果啊 卖那么高的价钱 一个卤味 卖那么高的价钱 所以我觉得 商家也要自己做好 那个 是 整个的准备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资深媒体人 天下副总主币 王一芝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广告 但姐妹 等来特论呢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苗栗的 这样的一个 树野栗啦 它多贵啊 结果是卖观光 人家是怎么做生意的 那么台湾的 国律品质 是不是也能够 一跃千里 未来等到疫情解封的时候 成为国外观光客 一定要来的 最美好的岛屿呢 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公告 继续等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到新闻 本期三 我是余燕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 天下杂志副总主币 王一芝 要来谈谈深度旅游 要怎么玩呢 所以一芝 你这一次天下杂志 介绍了几个 精致国旅的市场 哪几个地方 你觉得最好玩 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好玩 都买上去的 再念一下 看看你要不要去玩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恒春半岛四日游 你可以去 讲公书斋啦 然后去那个牡丹湾Villa 旭海的牡丹湾Villa 是蛮值得去的 然后去亭基平关心啦 然后去看看 宝岛籍的香胡椒等等 然后还有我们可以去苗栗 苗栗 你可以去采茶啦 然后去住一个叫做 湖冰民宿 你这个名称很好听耶 天下写的这叫湖冰散记 他也帮你规划完三天 那这三天第一天就去采茶 品尝冠菊茶 住湖冰民宿吃BBQ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他就去 可以去骑铁马啦 铁马道 铁马道 然后呢 在就是他民宿 他有那个私人演奏 铜管五重奏私人演奏 哦真的啊 我去过苗栗很多次 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可以听到私人的演唱书 对然后呢 第三天呢 他就让你去盛兴车站 龙藤断桥 然后还有客家料理餐厅 哦这个地方就是 我那时候去 真的好漂亮 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那个树野Villa 就是在这个地方 了解 然后就是他的老板 还带我们去 他就说我带你去一个 一天只供应20克的 私房料理 它是没有名称的 我就觉得那边很多 就是我们台湾很多在地 就是有这样子的地方 这种我怎么知道要去呢 对不对 这是苗栗特别的地方 对 那么南头也有 埔里这个 他说叫 稻田间的私厨餐厅 哦这个最棒了 我最喜欢在稻田间 那自己可以哥哥草之后 他在让我的桌子 是不是桌子在田野之间 我就不知道了 对 但看起来是对不对 对然后他住的是 那个埔里的私房民宿 然后还有私人的音乐演出啊 你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念了几个 就天下杂志推荐这几个 事实上都还有私人音乐的演出 那你自己在 我在台湾爬爬照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我在比方我在看这个 山林之间可以有私人小提琴演出呢 很难得吧 然后他第二天呢 他就去埔里呢 他就去品茶啦 然后带你去咖啡庄园啦 然后去让你吃农庄的餐厅啦 第三天呢 他就带你去亚洲大学的现代美术馆 哦这个非常值得去哦 真有气质 对然后他就带你去金月轩餐厅 去吃饭啦 还有他住都是住私房民宿 其实蛮好的 对 还有哪几个地方 你看他的 哦溪头也很棒啊 对 他的溪头就是叫你第一天的时候 去住雾峰的林家 去雾峰林家花园玩啦 玩然后子林庄享用竹山版年版的菜 拌桌菜这也有去 然后去一平美术馆 还有溪头森林浴 森林浴我就知道了 但是我就不知道旁边 就你可以先去美术馆走走 然后再去溪头秘境走 空中天空走啦 那这应该是某饭店 然后接着去是阿东 啊 所以这里面的 然后第二天 他推荐你 你们去 松鹤 松龙 松龙 部落的咖啡 松龙部落的咖啡 然后呢 去松龙岩瀑瀑 青龙瀑瀑 然后口琴岩奏 又口琴岩奏 这是住在米蹄大饭店 这也是比较贵的 可是我觉得 溪头哦 光去溪头 我觉得就值回票价 因为他的分多金 是全台湾最多的地方 对 所以你们提到了精致国旅 觉得他是可行的 但是 在这一波被称作说 我们国旅体质可以转变 翻转的关键时刻 哦 那整个天下最后做了这样的一大篇专题 你觉得有信心吗 那这个现在业界到底有没有体会 你们觉得是要这样取法乎上 得法乎中 所以你就是必须取法最高端 你才能够拿到中间的客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不只是民间 我觉得政府也要配合啦 就是说 政府每次在给旅游补助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一视同仁 齐头式的平等给 其实 我记得我采访了一个人 他就告诉我 一个导游 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比如说像西班牙 或其他地方 他们给补助不是这样给的 他会说 补助他给 就是退休的人员 他就跟你讲说 你平日呢 去住这些民宿饭店 我给你优惠 所以他就鼓励这些退休人员 平日的时候去住饭店 是把他分担出来 然后把那个 周休二日 留给我们这些上班族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国旅维持好品质 一个方式 再来呢 他补助也不是 所有旅馆都给 他给三星级的旅馆 然后呢 那些一星级 二星级的旅馆 他会觉得说 哇 他给三星级补助耶 那我也要想办法成为三星级 那所以他整个旅游的 就是旅馆的品质 也会往上提升 所以我觉得 补助其实要有方法 是 这策略性的 整个旅游补助 但是我还是希望 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 跟我们一样 那我们就从自己做起 那如果你是旅游业者 就从你做起 那如果你是消费者 就从消费者做起 我们不只要求CP值 我们要的是生活品质 那我们住饭店 不只要求占便宜 其实我们要的是一个 安静的好的空间 那你饭店也给我弄干净 你在山上也要是 不能那么潮湿的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像 这一期的天下杂志一样 让台湾的这一波 国旅体质 全面翻转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副总组笔 王一芝来到节目现场 让我们一起带来 你准备去那一玩呢 让我们好好的走一趟 有气质的国旅吧 谢谢一芝 谢谢 谢谢 拜拜 我们明天见 再见